香港人的銀包狠狠地帶著兩三張信用卡,享受MOOP卡總統優惠方面之餘,還要懂得如何處理信用卡背後的財務問題,才算是精明。 Lander,其實我們平時逛街都聽到很多人叫我們申請信用卡,市面上有這麼多信用卡,怎麼分呢?有多少種類呢?有什麼不同的地方? 總括來說其實有三種,第一種其實就是一些叫普通消費的信用卡,無論是銀行也好,或者財務公司,它就會發一些他們自己銀行自己的branded的信用卡,另外一種就是一些叫聯營卡,是一間銀行就跟另一個大型的企業或者大型的機構 就一起出一張信用卡的,特點就是它可以在那間的聯營卡的機構裏面,有些額外的折扣或者優惠 那最後一樣就是飛行李數的信用卡,香港越來越多人喜歡出外旅行,很多時候他們除了買這些package之外,很喜歡儲一些的飛行李數 過往就不是個個,就是整天飛的嘛,所以儲那個李數可能比較少,但是它每天都要飲食或者是買東西這樣 那它藉著這些消費呢,可以儲得足夠的分,可以redeem它的機票 那其實信用卡的額色是怎樣計算的呢?是不是真的很貴呢? 一般來說大概是24厘至30厘都有的,那很視乎不同銀行的收費 亦都就算同一間銀行,它可能不同的信用卡種都有不同的收費 那所以我們都鼓勵那些消費者去詳細看回它自己的信用卡 究竟它的免職還款期有多少 很多信用卡都告訴我們有即分的回贈 其實是怎樣介意的呢?是些什麼來的呢? 一般來說都是250元兌一分 但是有些信用卡可能是在不同的推廣的優惠裏面 可能是雙倍了,即是兩倍或者是三倍 甚至有一些的推廣就是十倍的 所以可能消費者需要在他簽帳之前 可能留意一下他自己的一間銀行那個推廣的時候 究竟現在是做了些什麼的優惠 申請信用卡最重要看看自己的袋有多少錢 兩位唯出最重要好嗎?是吧 謝謝